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今天很快地我要来讲约伯的故事 我过去的信息中有提到过约伯 今天我会专注在约伯身上 要帮助你 我知道已经分享过很多 也做过注解 在过去的信心当中 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欢约伯的故事 其实我喜爱的是真理 我不喜欢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但是我喜欢神在这卷书中释放出的真理 明白吗 准备好了吗 好 请看第一章 乌斯帝有一个人 乌斯机关枪的起源帝 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世 他生了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我认为最好在真正进入 约伯的故事前 你能先了解圣灵 对于约伯这人的看法 所以当你看到他的受苦时 你不觉得是一个坏人在受苦 这不是一个坏人在受苦 这是个公义 公义正直的人 敬畏神 并且远离罪恶 别忘了 我们所说的是一个 在今日 在现今的时代 他会被归类为 就是一个基督徒 是神用他儿子的宝血 宣告为公义的人 是神说 你是我的儿子 你是我的女儿 然而你正经历一些事情 你不知道怎么了 是吗 阿妹 会有声音对你说 你经历这些都是因为你犯罪 你正经历这些是因为这个罪 或是过去所犯的罪 是真的吗 我们来看 圣灵希望我们学习到的真理 很快的好吗 应该有足够的时间 好 这里 第一个重点 神如何看待约伯 后来撒旦来到神面前 神自己说 你查看我的仆人吗 他称约伯为仆人 一个敬畏我 远离邪恶 憎恨邪恶的人 一个无可指责的正直人 神是这样 这样看约伯的 神今天就是这么看我们 我们正直无瑕疵 在基督里完全 不是靠我们自己 是在基督里 Amen 神就是这么看我们 但重点是 就算你是完美 无可指责正直的 不代表你没有需要 处理的部分 大家明白吗 每个人生命中 第一个根 神想把它 从我们生命中处回去 所以神才允许 某些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这个 自以为意的根 都是别人的错 不是我的错 那是牧师的错 是这个人的错 那个人的错 永远不是我的错 或者都是我父母的错 又或者都是 都是亲戚的错 又或是 又或是政府的错 这是自以为意的标记 许多人不相信 他们是自以为意 约伯也没有 但我现在要告诉你 它所有问题的根源 是自以为意 而撒旦 让事情更糟 所以有些相信信心的信息 我传讲信心的信息 但信心的信息 不相信神会管教 我相信神会管教 但神不责罚 当我说管教指的是纪律 神作为父亲 管教祂的子女 但神不是用车祸来管教 神不是用疾病和灾难管教 像一个好父亲 把某人放在外面 要受到管教 好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 谁的责任 撒旦 魔鬼在其中 但尽管如此 是神要除掉这毒根 明白吗 所以神允许 的确是神允许发生的 在约伯纪里 有些时候 如果我们讲的太极端 讲信心的时候 我们说神别无选择 魔鬼来到神的面前 魔鬼说 你看看 你祝福约伯 约伯他很蒙福的 继续读下去 会发现到第三节 他的家产有七千羊 三千骆驼 看看 看看他的财富 魔鬼说 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他为何 如此敬畏你 因为你祝福了他 你拿走所有一切 看看他是否 仍然称颂你 神并不是那种 好吧 我是别无选择 好吧 交给你了 因他的恐惧 他有极大恐惧 交给你吧 我不相信 我相信主允许 某一些举动 还是有限制的 目的是要带出 约伯生命中 自以为一的根 但魔鬼的做法 非常极端 但在这里 我能够向你保证 我相信 约伯这九个月的试炼 许多事不会发生 在你身上 管教会发生 因为神爱你 他要对付 自以为义 明白吗 所以当你看到一些事 别忘记约伯说 我希望有个仲裁者 你知道 仲裁者 介于两者之间 在神和我之间 有人一手握着神 一手握着我 像律师一样带球 约伯没有 你和我都有 他的名字是耶稣 Amen 好 再回到这里 一集又一集 悲剧不断发生 在约伯身上 全身长满毒疮 只能拿着瓦片 刮自己身体 他三个朋友来了 其实这些 是你真心的朋友 弟兄姐妹 这些不是只来 制造麻烦的朋友 他们不想制造麻烦 他们来 要安慰约伯 但后来 约伯成他们 可悲的安慰者 一开始 不错 最后很糟 到了最后 神要约伯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献祭 献上了烦祭 所以重点是 是真心的朋友 他们其实是 来安慰约伯 好 所以他们来 陪伴着他 圣经告诉我们 三个朋友 他们的名字是 是以利法 他是领袖 所以先提到他 以利法 还有比勒达 跟索法 好 看看以利法的 论点 请你追想 无辜的人 有谁灭亡 正直的人 在何处减除 他对 他对约伯说 嘿 约伯 你听说过 有谁是 无辜而死的 这个说法 这说法 对 约伯 真是狠狠一拳 他说 拜托约伯 你一点也不无辜 受这样的苦 是因为你生命中 有某些罪 有谁是无辜而死的 正直的人 在何处减除 有些基督徒 就是这么说的 各位 记住一点 试验确实存在 你越虔诚 就会遭受逼迫 这是圣经的承诺 逼迫是指 因耶稣名字的迫害 不要 不要因为你 做了蠢事 而受逼迫 然后 然后说 你受逼迫 圣经说 不要 不要因为作恶 而被逼迫 阿妹 如果你为耶稣的名字 站出来 而人们取笑你 那就好好享受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 看他们的脸 可能正在发光 阿妹 好 以立法 他说 我所见 就我看到的 好 写下来 以立法的论点 出自经验 所以经验 有些人说 经验 是一切 智慧之母 不 并不是 这句话 并非出自圣经 好 等到你经验丰富 已经非常老了 而你会常常疑惑 因为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情况 得到一种结果 有时遇到那种情况 得到另一种结果 事实上 唯一真理的来源 就是这本圣经 有些人说 经验 是一切 智慧之母 不 并不是 这句话并非出自圣经 好 等到你经验丰富 已经非常老了 而你会常常疑惑 因为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情况 得到一种结果 有时遇到那种情况 得到另一种结果 世上唯一真理的来源 就是这本圣经 懂吗 每句话都是神所漠视的 Amen 好 以立法的论点出自经验 所以他说 按我所见 更罪孽 中毒害的人 都照样收割 神一出气 他们就灭亡 哇 神一旦发怒 他们就消磨了 这是情况下 约伯挣扎着 发着抖 约伯试图喘口气 他走过来说 约伯 谁听过 无辜的人死去 约伯倒下 他用力踹他 然后 彼勒达来了 好 彼勒达 他的论点 不是出自于经验 看看你是否能明白 现在 彼勒达开始说话了 请你拷问前代 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救的 什么意思 指的是前一个世代 指的是祖先 他的论点是传统 这人要讲传统 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 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隐儿 他们岂不只叫你告诉你 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 蒲草没有你 一起能发掌 换句话说 约伯 没有沼泽 没有蒲草 你知道吗 沼泽 代表最粘稠的 一团糟 约伯 你是沼泽 否则蒲草怎么可能生长 这是太可怕了 录笛没有水 岂能生发 上青的时候 还没有割下 比百样的草仙枯稿 凡忘记神的人 景况也是这样 虚伪的人的指望 猜猜神是虚伪的人 要灭墨 有这样的朋友 我告诉你 不需要魔鬼了 在那之后 沼泽不再出现在 故事里了 他就睡午觉了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岳母 OK 开玩笑的 认识这样的人吗 我没有 我的岳母超级棒 感谢神 真的 似乎 魔鬼透过他们的口 在说话 好 那 比勒达 以立法第一个 是以经验为出发 但比勒达 则从传统来论述 对吗 传统这样说 传统那样说 传统这么说 好 但都不是真理 有些事你发现 你发现 不会完全不同意 是一般性原则 但并非真理 被错误应用了 特别是第三人 就是所法 好 第三个朋友 所法 所法 他以合法性来论述 他就像律师 律法主义 明白吗 全依据书上写的 律法主义 不是这本 我们的圣经神的话语 是依据一般的书 你知道 他相信 二加二等于四 不可能是五 了解那个意思吗 所以 这是 所法 他说 你若将信安正 说到若这个字 意思就是 约伯 你没有做到这些 所以才会发生这些事 你若将信安正 又向主举手 你手里若有罪孽 就当远远地除掉 也不容非议 住在你帐篷之中 这些都没错 对吗 是一般通用的事实 就像我刚说的 那时你必扬起脸来 毫无斑点 你也必兼顾 无所惧怕 这是对的 他说的都是对的 明白吗 但在应用上 并不正确 约伯的情况 在此并不适用 这就是为什么 屏幕师非常担心 有些人 拿着适用于 犹太人的经文 他们是悖逆地 强加在 强加在神的儿女身上 来鞭打他们 大家明白吗 是 所有的经文 都来自神所漠视的 但并非所有经文 都是写给我们的 明白吗 当这一节经文说 主施责你 撒旦 我们上周读过 在撒加利亚的异象中 这指责不是针对你 当耶稣说 法利塞人 有祸了 也不是给你的 明白吗 是为让你有所学习而写的 为什么自以为义 会让耶稣 有这种反应 但你必须学会 正确分辨 所以每当你错误地 在某人身上 引用某些圣经经文 会增加他们的痛苦 所法的论点并没有错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说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 你在世的日子 要比正午更明 你知道 现在确实很黑暗 但如果你这么做 弃绝了罪 你的生活会变得光明 这非常有名 这种律法的教导 非常有名 每当有人受苦时 会有人来对你说 你现在的生活非常黑暗 对吗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中有罪 一定有隐藏的罪 第一个反应总是这个 你知道约伯怎么回 约伯很生气 请大家记下29章 29章 写下约伯记29章 我没时间念每一个字 这是很长的一章 但我要告诉你 从没有人像29章中 约伯讲这么多 关于自己的事 各位 他讲到自己 他总共提到自己 多少次呢 在一章里超过40次 有很多的我我我我 我不是说 他没有做那些事 他的确做了那些事 他对穷人很慷慨 他帮助了老人 但是从29章之后 他说话变得苦独 到了第三十章时 好 从三十章 三十一章 三十三章 他变得非常苦独 甚至开始怪神 然后他开始这样说 过去 让我走进 让我走进一个房间 年轻人都站起来 现在的年轻人都嘲笑我 我成了他们嘴里的笑话 这些年轻人的父亲 我曾藐视 你听到了吗 全都是全都是苦独 所以重点就是 当你当你的论点或信息 是出自经验 或者传统 或者律法 律法主义要使人改变 好 请你记住 会产生反效果 会使得人变得 更加自以为意 看看他的一些反应 约伯对朋友的反应 好 约伯回答说 这样的话 我听了许多 你们安慰人 反叫人仇烦 他没说错 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 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 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 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 我也会联络言语 攻击你们 又能向你们摇头 是真的不是吗 如果你在约伯的处境 看看你能做得多好 约伯还说了另外一件事 请看 约伯回答说 你们搅扰我的心 用言语压碎我 要到几时呢 你们这十次羞辱我 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 果真我有错 这错乃是在我 他说 如果我真有错 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 以我的羞辱为证 指责我 就该知道是神倾赴我 他脱口而出 神错待了我 我要告诉你们 各位 神用网络围绕我 神并不是他的问题 撒旦才是 请看我 我想告诉你一些 关于人性的事 好吗 也许不是你 是你邻居 隔壁的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为什么 宁愿怪罪神 也不责怪自己 我们宁愿为自己辩护 然后谴责神 换句话说 我非常清楚 神有什么问题 一直以来 三个朋友在谈话时 有个年轻人 有一个年轻的先知 他的名字是 以利户 其实以利户说 他保持沉默 他 听到约伯说的每一句话 首先 他转向约伯 你知道这年轻人 对约伯很生气 因为约伯为自己辩护 并且谴责神 然后 他对三个朋友说话 他说 你们说的话 都没能帮助约伯 明白吗 我要给你看 以利户说了些话 他是神的信差 以利户这么说 一千天时中 若有一个 做传话的与神同在 在这节经文之前 有个人在他的 在他的床上受苦 有个人 他的肉消瘦 他非常靠近死亡之门 然后以利户说 他说 一千天时中 若有一个 做传话的与神同在 只是人 神的公义 不是他有多正直 而是神有多公义 若有人在受苦 你就找那个人 别说他 做错了什么 也别探讨他 做对了什么 这不是关于他 是关于他 就是主耶稣 Amen 一千天时中 若有一个 做传话的 感谢神 他说 千人当中有一个 有时候感觉 我就像千人中的一个 神在幕后的日子里 兴起许多年轻人 在他们城市 千人当中的一个 在他们的省份 他们的地区 在世界各地 Amen 他们可能觉得 自己是千人中的义人 但如果他是个 真正的传道者 是神的使者 他会向人宣布 不是关于人 而是关于神的公义 关于神的义 是一份礼物 来到世上 明白吗 一旦这个传道者 能宣扬这一点 与人分享 神就给他开恩 说 救赎他 免得下坑 我 已经得了 赎架 我 我已经得了 赎架 赎架 西伯来原文中的 意思是赎罪 你知道 为何神在 医治罪人时 仍是公义的 因为神已经得了 赎架 你的健康的代价 美好生活的代价 美好的婚姻的代价 孩童蒙福的代价 主的祝福 在地如在天的 生活的代价 并不代表 每天都一帆风顺 你会因耶稣 而受到迫害 这是圣经承诺 你唯一会受的苦难 你会遭受迫害 Amen 但神赐我们的 这些美好祝福的代价 是因为神已经 得了赎架 神说 我已经得了赎架 明白吗 神对这个病人说 如果你读了 之前的经文 我说过 他的骨头都凸出来了 以利户说 这家伙在床上 承受痛苦 接近死亡的大门 先前不见的骨头 都凸出来了 看看他吧 但是如果有人 能去告诉他 神的公义 神已经得了赎架 神说 救赎他免得下坑 他的肉 要比孩童的肉 更嫩 他就返老还童 天父 就照着你的话语成就 奉耶稣的名 我这样宣告 Hallelujah 奉耶稣的名 你呢 也要宣告吗 神赐我们的这些 美好祝福的代价 是因为神已经 得了赎架 神说 我已经得了赎架 明白吗 神对这个病人说 如果你读了 之前的经文 我说过 他的骨头都凸出来了 以利户说 这家伙在床上 承受痛苦 接近死亡的大门 先前不见的骨头 都凸出来了 看看他吧 但如果有人 能去告诉他 神的公义 神已经得了赎架 神说救赎他 免得下坑 他的肉 要比孩童的肉 更嫩 他就返老还童 天父就照着 你的话语成就 奉耶稣的名 我这样宣告 Hallelujah 奉耶稣的名 你呢 也要宣告吗 你想宣告吗 当你体重掉很多 骨头都凸出来了 你听到 所有的消息 每个方面都是坏的 是魔鬼在背后攻击你 好 现在 天上的声音降下来 我已经得了暑假 我会医治你 你的肉体 将再次年轻 比孩童的肉更嫩 我告诉你 当我握着儿子的手 非常光滑 像豆腐 很滑嫩 我心里想 比孩童的 肉更嫩 不知道怎么做 别看着我的脸 因为太阳已经照着我 我请求神 更新我的青春 上周有个青春豆 从这边长了出来 前几天 在这个地方 也长了个青春豆 所以我说太棒了 这个年纪还长青春豆 太棒了 哈利路亚 神在更新 这是出自圣经 Amen 这是圣灵 这是圣灵所漠视的 要相信他 Amen Amen 好 赞美主 这就是以利户的服饰 在以利户结束后 神开始说话 神说话了 主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要如勇士束腰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帝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 只管说吧 你若小的就说 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 是谁把准神拉在旗上 我希望你有时间 读神对约伯说的 所有论点 你知道神怎么说的 神没有说约伯有多糟 神告诉约伯 他的伟大 和他奇妙无比的 奇妙无比的创造 谁能像神一样 他的智慧是完美的 他的怜悯从未止息 神说 你宁可谴责我 往下看另一点 神对约伯说 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 岂可定我有罪 好显自己为义吗 有些人 圣经谴责他们的一些行为 他们指着圣经说 这是过时的 换句话说 他们宁愿谴责神 为自己辩护 哦 圣经错了 不是我的生活方式错了 朋友们 圣经会比你长久 你离开很久 圣经还在 记住每一个人都会死 都会吐出最后一口气 不一定是因为疾病 每个人都会吐最后一口气 如果耶稣延迟了 有一天每个人都会死 真正的生活 才会准备开始 这个人生只是暂时的 你所有的成就 都会失去意义 这辈子你能知道 最好的事就是认识他 神爱我们 他满有怜悯 神从旋风中说话 然后神说 有个叫利维坦的生物 还有另一个叫 贝希摩斯的生物 学者们试图找出 这些生物是什么 没有人真正知道 但它象征魔鬼 神对约伯说 如果你要谈论你的意 你不是魔鬼的对手 明白吗 它已经存在很久了 你比不过它 记住一点 只要有我 魔鬼不是对手 所以神出现 神宣扬他的荣耀 他的尊贵 在他的创造中显现出来 最后这是约伯的回应 约伯说 他回答主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件事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下一节 求你听我 我要说话 我问你 求你指示我 我从前封闻有你 只是听过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认识神是间接的 我们认识神 是听别人的信息 但当我们自己经历了 才真正认识神 我们知道他的良善 他的怜悯 他不是我们的问题 而是我们的答案 他说 我现在亲眼看见你 我从前封闻有你 我听说我的关系 他是个正直的人 全世界有许多正直的基督徒 他们不只因着耶稣称义 而且本身是正直的 但你总会发现 他们因地位而骄傲 因衣着骄傲 因宗派骄傲 因教会骄傲 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问我 你的教堂有多大 我不喜欢谈论它 当我去参加特会 我说你们知道 为何登台没有尺寸 只有重量 它象征教会 重点不是登台 登台有多大 没有尺寸记载 而是在于有多重 Amen 我来是要鼓励教会 没什么大不了 你的教会是这样 你的教会是那样 如果神明天告诉我 走 去其他地方我可以走 Amen 谢谢你们 Amen 谢谢 好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我得着启示 认识你的良善与全能 在你的能力中 你仍然温柔 他说 我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憎恶自己 在尘土和灰烬中悔改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 他定自己的罪 大家明白吗 我不是在说这种定罪 天哪 我太糟糕了 你知道我这么差 我不聪明 我不是很好看 我不强壮 我受的教育不多 我不是 停下来 那种定罪是致命的 我是说 在神面前 你是否说过 当你抱着孩子时 说 主啊 我曾经一无所有 我有的全都是从你而来 你曾经想过吗 屏幕说 我的事业 是靠自己的力量 建立起来的 是吗 但是 没有只靠自己的人 总有人来帮忙他们 遗产 父母 或某人 朋友 提供一些资讯 而这一切的源头 是神 神也可以把这些收回来 明白吗 这些神可以收回 生命神不会 阿妹 人们有一口气 来亵渎耶稣 都是神赐的 他们用这口气息 来亵渎他 他们是对的 上帝错了 你可以写部落格 没关系 你可以经营部落格 这是很好的方式 使世界变小 传递资讯 但是当你开始写部落格 开始为自己辩护 定罪别人 我无法看到有多少人 只想挑起战争 他们是对的 其他人错了 即使别人错了 我告诉你 因为你说了 你发布说他们错了 这样你反而错了 所以 只有一个良善的 就是神 他赐下耶稣 成为我们的公义 你想经历 前所未有的平安吗 喜乐 永不消失 你想经历极大的平安 学会偶尔说 主啊 把车拿去吧 若不是因着你 我永远不会有这辆车 献给你 主 我穿的这些衣服 若不是因为你 我连衣服都没有 所以当你低头祷告时 不是一种仪式 主啊 这是好食物 世界上许多人 甚至没有东西吃 我想说的是 你说哦 这些都是小事 但这些小事 都向你 自己写明 你永远感谢 神的恩典 当神看到这些事 你知道 神怎么做吗 来结束这个故事 到了这时候 神 神做了什么 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 在这一章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 从前所有的加倍 换句话说 在这些事之后 神告诉约伯 其实神告诉这三个人 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在我对你们做点什么之前 你最好为自己献上烦祭 让约伯为你祈祷 于是以立法比勒达 三个家伙 拿马人索法 都带来自己的祭物 给约伯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要记住 即使对那些给你错误教导的人 甚至某个教派 或某前任领袖之类的 不要怀恨在心 要为他们祷告 好吗 神何时把约伯的损失恢复给他 神何时恢复了约伯的损失 当他为朋友祷告的时候 主在约伯为朋友祈祷时 恢复了他的损失 你在诊所后诊时 为其他人祈祷 别再想着自己 开始为他们得医治代求 Amen 当人们为他人祈祷时 主让他们从捆绑中出来 当他为朋友祈祷时 主给约伯的是他以前 拥有的两倍 明白吗 往下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 比先前更多 他有一万四千羊 一开始只有多少 七千只羊 六千骆驼 原先他只有三千头骆驼 一千对牛 本来他只有五百头 一千母驴 本来只有五百 全都翻倍 对吗 他还有七个儿子 和三个女儿 对吗 所以神的祝福 不仅在量上 同时也在植上 这三个女儿的名字 是 耶密玛基西亚 和基连哈普 看看这些女士 往下 站在全地的父女中 找不着像约瑟 不对 像约伯的女儿 那样美貌 他们的父亲 使他们在弟兄中 得产业 哇 这些女人很漂亮 谁说神 不会祝福你有美貌 整本圣经都有 如果你认为你很丑 你的朋友也同意 第一 他们是可悲的安慰者 好吗 第二 你可以向神求 可以向神求 有一种美是天生的 来自家庭的DNA 从父母而来 天生就有不错的外貌 当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突然间感觉 空有外表 但有一些人 他们的外表 可能不是美丽的 当你认识他们 他们很有吸引力 会自我成长 你们许多女士 你知道我说的是 你看那家伙 在韩剧里 这家伙看起来 像个老厨师 但他是英雄 不知不觉 看到第十十二集 就爱上这个人了 所以 之后约伯活下来 每个人说 我有希望了 Amen 是的 是的 不止如此 求神赐下恩典 求神赐给你美丽 Amen 求神赐下恩典 求神赐给你美丽 Amen 如果不是 为什么这在世界上 是种祝福 第十五节 对吗 之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得见他的儿孙 他的儿孙 直到四代 记得圣经说的吗 看看最终结果 主是蛮有怜悯的 Amen 所以约伯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而死 有些人活很久 却过得很不好 但他不止年迈 还活得满足 朋友 我要告诉你 若你正经历试炼 事情会结束 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让我们都这么做 好吗 发生在约伯身上的 很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各位 我们有耶稣 坐在父神右手边 但试炼 显明了我们的自以为意 我们才能处理 明白吗 靠着圣灵的力量 是的 我要建议你 不是只走过这个过程 为什么不直接跳到第四十二章 说主啊 你是对的 主啊 我错了 主 你是我的公义 主啊 我悔改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无论你说什么都是对的主 无论我现在如何 都是从你而来 无论我拥有什么 都是从你而来 为什么 不绕过这个 何必都要经历 直接到结果 Amen 弟兄姐妹 赞美耶稣吧 我们做到了 成功了 四十二章 哈雷路亚 我祷告 神啊 我怎样才能讲完 这些四十二章 一趟聚会 一趟聚会 就讲完 我们做到了 赞美神 神的恩典在这里 神的恩膏在这里 赞美主 朋友们 在场各位 请低下头 闭上眼睛 我只想告诉你 我想为你祷告 两件事 可以吗 好吗 我要为你祷告 神会让你的肉 比孩童更嫩 有些人不大相信 我告诉你 神的话语 这是神的话 比孩童更嫩 求神能使你 回到青春的日子 好吗 好多人会有活力奔跑 我祷告 让主的美丽 临到你 阿妹 让我们利用现在 各位来对主说 主啊 为何我对 看不见的人 那么不耐烦 你 你赐我智慧 我的智慧 是你所赐 这个护照 是从你来的 我的里面 有骄傲吗 骄傲进来了吗 因为地位而 骄傲 因为权位而骄傲 明天所有这些东西 都消失的话 我是谁 天父 我愿意服侍 是不是 只为了自己的好处 而不是 无条件地来服侍 我给予 是不是一定为人所知 以至于别人 会为着我的给予 来回报我 我的动机是什么 我真的有爱心 哦 主啊 你知道 没有你 我什么都不是 我甚至会扭曲 你所有的祝福 只为自己得好处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在约伯经过试炼之前 他担心自己的孩子 他每天早上起床 献上烦记 到了最后 我们再也看不到 他对孩子的担心 你所经历的试验 明白自己对于 自以为意 很奇妙的 你的恐惧 甚至为孩子的担心 都会消失 换句话说 为孩子的担心 显示你是自以为意 别问我为什么 我没时间告诉你 最终 试炼结束后 他不再担心自己的孩子 他不再担心着自己的孩子 而是充满了恋爱 他们多么美好 内在外在都是 他的朋友都与他和好 哦 我们想要 这个美妙的结局不是吗 哎 让我们一起走到 第四十二章 快速直达车 直接到那儿 非常快速 否则语程会太长 不是因为神 是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固执地 为自己辩护 并且责怪神 这一点呢 在你的婚姻中 开始承担责任 不要再怪罪你的配偶 说主啊 有些人想结婚 但没人选 我有一个伴侣 是 没错 他不完美 但他会回家 我 愿意学习 天父 我愿意 认错 我愿意做 先认错的人 魔鬼会让你恐惧说 如果你这样做 他们会占你的便宜 我会把这恐惧交给你 还是会认错 在你生活的所有领域 弟兄姐妹 我觉得 圣灵只是在帮助我们 这就是管教孩子 希伯来书十二章 管教 管教孩子 正在进行 如果你今天在这里 我的朋友 你说 我不是基督徒 但我知道神已经得到赎价 朋友们 你说得对 不是你得到赎价 不是我得到赎价 如果我们得到赎价 永远不会是完美的 是神得到赎价 他自己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 差派将士 为人赎罪 这个词含义很深 意味着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牺牲 使我们免去 神愤怒 把神的祝福带给我们 朋友们 如果你今天站在神面前 神是你的审判者 你无法得救 但神今天不是你的审判者 祂是使你称义的 来到祂的面前 祂是使你称义 神使你称义 你不会迷失 不可能迷失 如果这是你 无论你在哪里 你想要这样的经历 现在请你从心里和我 一起祷告 说亲爱的天父 天上的父 感谢你 有美好的话语 谢谢你 赐下爱子给我 我的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是我的主 我相信 祂为我所有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死 这也是祂要的 祂如此爱我 而你拆派他来 天父谢谢你 如此地爱我 我知道你满有怜悯 满有恩慈 天父谢谢你 赐下爱子给我 主耶稣谢谢你 为我的罪而死 天父谢谢你 让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过去现在 和未来所有的罪 完全被挪去 完全得赦免 因为这个 赐下 耶稣基督 比我所有的罪 还要大 天父谢谢你 我期待过 蒙福的人生 比以前 更加蒙福 奉耶稣的名 大家一起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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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场各位举起手 我们会有很棒的一周 Amen 记住一点 我们的神 他太爱我们 不会随意 用任何方式 来管教我们 除非他看到 伤害我们的东西 伤害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甚至不知道 有时候有些事情 已经影响我们的性情 我们的品格 对我们的家人 已经造成痛苦 你不再冷静 也不再有趣 神非常爱你 会来处理它 有时候看起来 你对你的同事 更失望 对人更失望 但为什么不仰望 说主啊 你在教我什么 磨牙可能是 你的沐浴盆 也许那个同事 是你的沐浴盆 神爱你 他不会做 任何不必要的事 请记住一点 他不会用意外 不会用疾病 他将使用 他的管教言语 有时候是令人 失望的情况 我们快点到这个地方 Amen 我现在要为你祷告 神会恢复你的青春 你的肉会比孩童更嫩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 都如此宣告 就让他发声 天父 我感谢你 你是神 你用神迹奇事 印证你自己的话语 天父 奉耶稣的名 求你印证你的话 因为我们有一位使者 我们有传道者 我们有一位站在神与人中间 我们有一位中宝 百万人当中的一位 没有人像他主 没有人像我们的主耶稣 因为我们有他 你得到了赎价 现在你有了恩待 我们的根基 天父 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求你让我们的肉 比孩童更嫩 我们的身体 比年轻的时候 更有活力 更加健康 有年少强壮的生命 让我们每个人 都回到青春活力的日子 无忧无虑的日子 无穷的能量 活力 回到充满荣光时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 天父 为这周感谢你 保守你的百姓 天父 我祷告 所有听见我声音的人 主啊 每个收看这篇信息的 主保护我们 保护你的百姓 远离各种疾病 瘟疫 各种意外 危险 伤害 及感染 因为你是我们的居所 你是我们的高台 我们的避难所 神在 这周必定拯救你 你和你所爱的 远离每个危险 所有邪恶 主必恩待你 使祂的脸光照你 赐给你超自然的恩典 神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赐你和你的家人 Shalom 平安和完全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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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祝福你们 我们下周见